9月16号,澳门著名画家陆昌一座捐赠仪式在澳门艺术博物馆举行 家属代表陆波向艺术博物馆捐赠陆昌不同时期的代表作 包括油画、水彩、中国书画等作品共239帧及素描本24册 陆昌是澳门著名画家,生前长期担任澳门美术协会会长之职 为推动澳门及内地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2001年获澳门特区政府颁授文化功绩勋章 他一生从事艺术创作,以水彩著称 也擅长油画与中国水墨,作品题材广泛 渗透着对家国的倦爱深情 1985年水彩画《碎石录》或第六届全国美展特别奖 1993年获西藏第一届珠穆朗玛文艺荣誉奖章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穆欣欣在捐赠仪式上表示 陆昌先生家属慷慨捐赠陆石大批一作 是澳门社会及艺术发展很好的见证 这次捐赠作品的数量甚多,质量尚沉 具有鲜明的个人艺术特色和深厚的文化价值 为研究陆昌画艺及澳门美术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因此收编为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